你相信 中介服務法會停嗎 他在做的這些壞夠擋 哪一件事情 我們是抱任何的希望 還有一點人性存在 從一路反望中 觀中天 到現在用中介服務法 請問哪一次 我們不是心存希望 不要再心存希望了 他絕對會過的 往最壞的想就對了 這不是 他一定會這麼幹的 因為一個人權力 到一個地步的時候 不可能不做 他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了 一個人到權力慾望很重的時候 不可能丟掉這個權力 他一定會讓中介服務法更過 但是你擋得住所有的事情嗎 包括現在正在發生的 台南兩個警察被殺了 殺警 你擋得住嗎 怎麼樣 現在是不是連殺警案 到時候裡面訊息有一個錯誤 然後可能殺一個 然後變成殺兩個 寫錯了 然後按照中介服務法關掉 不准報 台灣這兩個警察都白死了 我們要這樣子嗎 你容許這樣子嗎 台灣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我們現在很心痛的 現在的當今警政署長 17年前當台北縣刑警大隊長的時候 就殺警奪槍案 戲指兩個警察到旁邊巡邏 在爬暗巷裡面連被割喉 17年後又是這個黃明昭 你上任第一個月 詐騙案橫行 上任第二個月殺警案 台灣現在已經亂成這樣子了 我兩個警察兄弟又付出生命了 說什麼 你出來講兩句話好不好 因為黃明昭一上任的時候說 他最重要的是要打擊假新聞 他沒有把治安放在心裡 你把警察的命放去哪裡 上樑不正下樑歪 你不能告訴我說 這每個警察都要跟警察有 跟警政署長有關 你再推看看 所有警察的命都跟你有關 因為你只要願意謹慎 願意把好好勤務方向定好 警察不會白死 當時殺警罪案檢查 我們報導了多少東西 促成現在雙警 然後一定要如何前後訓練 17年來沒有再發生這些殺警案 怎麼現在又來了 如果沒有中介服務 如果那時候有中介服務法 我們是不是又不能報了 現在就來了 你看這些人 每天在往你的嘴巴裡面 去塞蘋果 塞橘子 不准你講話 你不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其實覺得陳時中這個事情 你應該跟中介服務法一起看 大大大大的 跟你講說封存30年 各國皆然 你相信嗎 大家在看國際新聞的都知道 加拿大的網站就掛在那個地方 更不用講新加坡 我介紹大家去看康健雜誌 2014年的4月 他就把新加坡怎麼去 18個人 35個人 怎麼幫政府拿下疫苗 出國找老師 找同學 一路這樣子忙忙忙 206億 有的花出去 誰花了多少公關費 你去看南華早報 去看他們所有的報導 從看淡馬錫基金的公開資訊 全部都在上面 而且那一批好像是我們政府不要 就是擋下來的 所以新加坡才趕快去攔戶 新加坡全部都是公開的 新加坡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主國家 我們台灣號稱民主國家 30年封存 封到陳時中100歲 然後再加上這些中介服務法 我簡直到最後講 民進黨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他把台灣搞小 全部困在島裡面 反望中把媒體砍得越來越小 然後你看媒體經營困難 全世界有哪一個媒體是小的 你告訴我只有台灣 因為民進黨要越砍越小 砍到小的時候還不准你講 我們大家一起在島內 然後就餵食你要的東西 不讓你出去看 千萬別抬頭 我們有沒有CNN 我們有沒有KBS 我們有沒有南華早報 我們都不能有 媒體越小越好 民進黨一路搞 搞到現在還要數月中介服務法 把你困在島內 這就是民進黨 最近大家就說 因為引起整個的網友炸鍋 然後社會的輿論大反彈 所以蘇貞昌說踩煞車 大家相信嗎 現在的民進黨 他會就此不再繼續的推 數位中介服務法嗎 大家相信嗎 我是不相信 打死我也不相信 就如同聯合報社論講的 其實數位中介服務法 基本上翻成白話文 它就是一個網路東廠法 反正就是有東廠 有不同的東廠在這個網路上 只要你有任何不利於 執政黨的訊息或者是評論 它就可以把你所有的管道跟平台 把它整個卡掉 這個就是網路中介服務法的內容 事實上這個網路中介服務法 它也不是第一次推出 因為之前有一個數位通訊服務法 它的前世有前世今生的 只是後來因為立委改選 就是換屆就不連貫了 所以它再推出一個這樣的網路東廠法 那現在只是說因為大家在反彈 所以我暫時不再繼續的去召開這些公聽會 但是如果今年的選舉 民進黨繼續大勝呢 我要講的是如果民進黨繼續大勝 他會發現說原來林之間的這個論文抄襲 我不道歉沒有關係 你們還是會選我 我疫苗的資訊封存30年 我城市中又把它帶到棺材裡 你敢怎麼樣 你照樣要選我 我當選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對不對 那一樣 數位就這個有關於這個網路平台 網路的東廠法 你這麼不爽 我怕你嗎 因為你還是一樣選我 所以你只要選舉 如果它可以過關 我可以告訴大家 所有我們所認為這些匪夷所思 這些事實上真的非常不道德 而且這些扭曲的事情 它會繼續的發展下去 一定會繼續的發展消息 它現在只是因為 現在整個的聲量 還有只是因為現在整個的反對意見 它擔心它的選舉而已 可是你看民進黨 它可以用怎麼樣的凹法 剛才有講說 竟然馬維拉又跑出來 還可以說 他就說不要怪 因為他們現在說 這個都是NCC搞的 NCC是豬隊友 然後網路就開始了 側翼帶風向 NCC一半的委員 都是馬英九提的 所以網路就說 馬英九下胎 馬英九下胎 我們現在繼續在講 我們現在碰到所有執政的事情 馬英九下胎 不然就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馬英九也沒在台上 對 你就用這兩招 一個是馬英九下胎 另外一個中共同路人 好 全部都移轉 我們剛剛不講嗎 殺警 殺警怎麼樣呢 移轉話題 抗中保台 殺警不重要 對不對 治安不好 詐騙這麼多 從老的到小的都被詐騙 不重要 我們抗中保台 你低薪 你失業 不重要 我們抗中保台 你的這個物價飛漲 然後你發現你每天這個買便當 都比以前貴很多 不重要 抗中保台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所要告訴你的 只要他可以移轉焦點 就可以移轉他的所有的無能 這個過關 我們看了很多了 他可以利用一個什麼中秋節 過年 突然宣佈 他就突然宣佈 他已經立法院是他家開的 你反對黨那個幾票 擋不過他 他在選一個所謂適當時機 你被另外一個新聞議題壓掉以後 他就公布了 有個過年前 大家在半年貨就給你過了 而且他們很會創造名詞 我算長了這麼大年紀 我第一次看什麼仲介法 我以為是我們家外勞出什麼事 這個你就乾脆講 我打假新聞法 那我還可以聽懂一點 你還沾一點編 對不對 他來個媒體仲介法 我說仲介什麼東西 我們只知道仲介就是外勞仲介 還有什麼仲介 所以這個東西完論這個話語數 沒人比得過它 第一個能騙 騙不過去了能爛 爛不過去了破髒水 馬威拉反中國爛 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爛不上了 他的側翼 喧天過海的這樣來罵你 對不對 打到你這些吹哨的人 不敢再吹哨 這個事沒有 而且保密30年 我在國防部干了這麼多年 接觸很多機密公文 沒有看到有哪一件事值得保密30年 這個打仗 這個情報 有種叫即時情報 這個時間過兩個鐘頭 這個情報沒價值了 像你這個採購一個育苗的價錢 什麼不得了的 那不是有鬼你幹嘛把他保密 回扣了 還在掩護高端 還是在做什麼事 對不對 那你心裡沒鬼幹嘛把他藏起來 所以國民黨應該幫他挖個坑 挖個30公尺深再送個保險櫃 要幹嘛 把他埋進去 你看川普人家 你看美國鬧得這麼厲害 FBI照樣抄他14項公文 對 我們的司法良心在哪裡 檢調的公益在哪裡 當初民進黨創黨的時候 我還佩服幾個言論是不錯的 可是現在通通是下台了 林佐水呢 郭正亮呢 施敏德呢 對不對 你稍微有點 這個民主意志的 一個都不在台上 對 全在那張牙舞爪子 青棉獠牙的 那台灣還要去認同他嗎 對不對 所以講 我覺得 問題是我們的老百姓太好騙了 陳時中是因為管碧玲跟吳士要提醒他 說這個是公文保存期限30年 這不是機密 機密問題是權力在部長 部長可以決定這個是機密等級 是哪一個等級 那現在那個衛福部部長 薛瑞源也是你的人 那你趕快叫薛瑞源解密 事實上這個 當時的資料確實有 讓立法院行使跳躍 可是很多人就去看過 包括蔣萬安 蔣萬安是招集人 就很多地方都被塗黑 重點在這裡 就是你當時說合約塗黑 很多資料都塗黑 蔣萬安今天不是有寫臉書嗎 說看不到價格 看不到疫苗遞送的旗程 都看不到 人家在講的是這個 而且我跟你講 新冠肺炎基本上 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到尾聲了 所以你如果說 當時是因為要去架構 那有價格上的搶先 有保密的需要 這我們可以理解 現在都試過境遷了 很多國家都公開 都開放 比如說今天趙怡翔講到說 比利時當時議員出來講 也被人家譴責 沒有錯 在那個時候是 可是後來都公開了 因為疫情已經結束了 很多國家都結束了 所以你去查很多國家 瑞士整個合約都公布了 包括莫德納 包括BNT 包括AZ 價格都是公開的 日本也是一樣都公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是處於 當時要去架構的階段 我們現在是試過境遷 大家就覺得說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 那你是不是要特別 因為你高端的資料 你不敢公布 人家當然會這樣質疑 因為莫德納 BNT AZ在國際上 網路上都找得到價格 高端找不到價格 高端我只看到 當年有個議員爆料 可是我也不能公開講 因為我希望政府公開 對不對 而且我坦白講 陳時中我們是為你好 因為很多人在質疑說 疫苗公司跟你是不是有特別關係 PCR 快篩 口罩 一堆廠商賺了那麼多錢 他們是不是有捐錢給你 瓜田裡下 所以人家是在幫你忙 你把所有的資料都公開了 那人家就不會懷疑你了 所以我是覺得他要搞清楚 他第一時間還講錯 他說是疫苗公司的 商業機密要求 那你把那個機密要求的條款 你秀給我看 那我就心服口服 就沒有國家有這種東西 現在都已經事後了 事過境遷了 絕對沒有什麼 下次我們買疫苗會有困難 趙一翔你搞錯了 我們現在沒有要搶購疫苗 當時搶購疫苗 有這個需求我同意 現在都已經結束了 該公布了 好 那個我先講 就是我們買疫苗30年這個事情 荒原哥常常叫我回去 再重新當記者去提問 以往我都是笑笑 今天這一題 我真的很想回去重新提問 剛剛部長是怎麼講的 陳時中參選人 他說大家不要亂講 是保存30年 不是保密30年 現場記者就問他說 這樣部長我們知道 那所謂請問保密幾年 對不對 你說既然是保存30年 不是保密30年 不要亂講 馬上追問他 所以你當時當部長的時候 你是設定保密幾年 他如果講不出來 你就跟他 我幫你回答10年 你只能夠設定保密10年 因為你是部長 總統才能30年 那你保密10年這件事情 為什麼你保密 是在國家機密答案法當中 他所限定的 你部長可以保密一個文件 那你送到立法院 未還委員會的立委 為什麼不能看到那個內容 你告訴我 我們今天跟美國買F12 我們買愛國者三型 你那個預算最機密的 我記者看不到 而且又變成機密密會議 我家綺就跑立法院就清楚了 我們進不去 可是立委在裡面他能看 他不能抄 不能寫 他能看 結果我今天早上8點要廣播之前 我還特別打給小婉安 我還跟他親自通了電話 我說婉安 你到底有沒有看 我說婉安哥 我有去看 你看到那個價格 算後來寫了臉書 就你要把這個講清楚 我進到立法院擺了兩個月 結果給立法委員 國會立委員 他不是像我們這樣 我們的路人家一餅 給我們評論員 不是 他絕對有權看到所有預算 為什麼 因為你花的每毛錢都是我們國家給的 所以國家給行政機關 給他權利去買 去花 去執行預算 誰監督 就是國會議員 你覺得沒有資格讓國會議員不能看 你在塗掉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今天跟大家在那邊糊弄說 這個東西我們沒有保密 我們只是保存 請問你現在為什麼 我們到現在討論 今天已經是8月20幾號了 我們不知道到底一季多少錢 你為什麼不講 第二個 你為什麼不讓國會議員看 就這麼簡單 你要就直接問 好不好 明天拜託 跑陳成中的記者群 你再問他說 請問部長 你當時設定是保密幾年 還有第二個 你為什麼不讓國會議員看到 合約保密 我沒有叫你公佈合約 可是你花多少錢 買多少計 這個跟合約無關 因為你執行國家預算 我今天消防署 買了多少的消防衣 我買了幾台消防車 我花了多少錢 那是國家的預算 你要講 但你跟那個買車的那個單位 所簽的那個約 你可以背給我看 就這麼簡單 至於桃園選情 因為我今天早上自己 開始播最後幾分鐘講了 現在好像變成黃沙沙 討論說要出事了 就是選情會比我們現在看到的來講 確實很有可能 在這個禮拜會出現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就是 因為我本來也不介入 我不是誰贏誰輸 會變得很亂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兩強 因為賴香檸委員 他並沒有強到就是 可能影響到誰一定就落選 可是如果鄭跑星加進 又或者是出現了我所講的 那個不只是鄭跑星加進來 鄭跑星是這樣 各位網友 鄭跑星他已經準備了很多年 而且他認為 如果黨內有一個初選的機制 他就心服口服 可是兩度 一個是直接從新竹找林志堅來 一個是林志堅不能選了以後 居然也就是直接指定鄭運邦 讓他覺得很不服氣 那你說是個人就是 瓦巴叫我要選 或是我家裡有 他16個兄弟姊妹 他是清寒苦毒出身 他是博士 我先跟大家講 他是認為說 他愛民進黨愛桃園 他覺得他想要把桃園這一塊 民進黨現在執政八年的成績 延續下去 那是他的自己的想法 他現在目前他是落後者 如果你做民調來講 他如果他願意選的話 參選的話 可是那個狀況可能會比他參選 還複雜 等到那個發生以後 反正我們一個禮拜 會來大發好幾次 我再來跟大家說 總之如果蔡寶欣最後真的決定要選 而且出現我講 那個比他選還更複雜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桃園就會打回一個亂局 就不只是鄭運邦或張三正 兩個人誰贏誰數而已 就很難講 那個等到如果事情發生 我再跟大家報告 這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2011年 觀眾朋友蹲在地上的都是詐騙犯 當時一口氣抓了122個人回來 這尾漢應該有印象 當初是我們跟柬埔寨合作 兩岸共打 2011年有一帶一路嗎 沒有 2011年那時候是胡錦濤 根本還沒有習近平 哪來的一帶一路 所以吳釗燮說謊也不打草稿 國民黨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就不談 所以我跟你講 韋佳琦我再跟你補充一下 為什麼急著想回來 詐騙集團的幹部 為什麼急著想回來 因為如果你被大陸抓走就慘 這個內行 因為大陸的詐欺判很重 很重 趕快回來 這邊都隨便亂判 你看之前那個faceoff 在網路上把人家換臉那個有沒有 那個既然一顆拔金 你看台灣的絲法有多爛 爛死 剛剛韋翰我們在聊天 講到鐵路警察那個 那個連無期徒刑都沒判 他判17年 台灣的絲法爛得要死 所以你在國外撈了一筆 你可能已經洗錢洗好了 你現在怎麼回來 趕快回來台灣 台灣比較溫暖 第二個我講一下這個鄭寶欽 因為我不曉得偉翰 偉翰都不專訪我 一直專訪鄭寶欽 你是什麼意思 偉翰姐 我跟你講實在話 因為有人 你如果要參選他就專訪你 我選里長 你不要比我20萬 永福里好不好 永福里 永 不能選好一點的 我跟你講是這樣 就是裡面有人對鄭文燦不滿 對鄭文燦不滿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要把鄭文燦搞臭 把鄭文燦搞臭的方法 就是讓鄭英鵬落選 鄭英鵬落選最好的方法 就是鄭寶欽出來 分掉綠營的票 這樣子鄭英鵬落選的機率就高了 但是我也提醒 因為鄭寶欽算比較先輩 我知道這樣說比較不好意思 鄭寶欽你要想想看 在民進黨退黨參選的人 哪一個好下場 這個亮哥是前輩 亮哥很清楚 你背叛民進黨 脫離民進黨 跟民進黨對著幹說 那我就這樣 楊秋新 就舉這例子這樣不太好 因為楊秋新會罵人 所以你自己去看 民進黨退黨參選的人 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 我最後講一下 陳時中這個30年 因為這個是舊的 就是說剛剛偉翰講 立法院那個調閱小組 那是去年的事情 換句話說 國安門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去年就看不到了 不是現在才看不到了 你不要被講萬安騙了 你去問賴香菱 看我講的對不對 我去年就問過賴香菱 他就說我問人哥 我就看得都是黑黑的 那偉家綺 我的意思是說 當民進黨用這種方法 用這種奧波說 我不讓你看的時候 那我請問你 包括蔣萬安 包括賴香菱 你們現在要選縣市長的人 你們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你們去年的具體作為說 看不到 看不到 就走了 看不到就算了 然後現在要選舉 看不到 你這就夠了 你去年看不到的時候 你做什麼 你去年看不到的時候 你有具理力爭嗎 你有抗議嗎 你有逼民進黨就範嗎 那時候陳時中還是指揮官 還是任務部長 你有墊他嗎 你不但沒有墊他 你還配合民進黨去修憲 這個就是蔣萬安 不管怎麼樣 我就一定要進去投票 你那個時候為什麼不交換 韋家綺 這個修憲案 沒有國民黨立委的同意 是過不了的 你國民黨換到什麼 你什麼都沒換到 之前趙孝康講說 我們來換不在一起投票好了 我是反對 因為不在一起投票 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你該換大一點了 你民進黨非要通過這個修憲案 可以你拿法案來跟我換 大哥 這在美國很常見 參眾議院就是我們來換 我們來交易 沒有錯 結果你國民黨什麼都沒交易 整個讓民進黨跑去 那天修憲案通過 還被柯建民還有管閉靈考試 你們怎麼進來投票 你們不是反對 對不對 鄭麗文 李貴敏 你們不是抗議嗎 為什麼國民黨最後把進去投票 追觀眾票你現在聽懂了嗎 這個去年就看不到了 你去年有沒有站在這命中說 我總預算我不審了 你說委員會國民黨招委 我通通不審了 你把合約拿出來 我們簽保密條 因為國防委員會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在保密會議 我立委我可以進去看 但是我絕對不能錄影 也不能錄音 我就看完就走 你這一黨有做沒有 你現在選你說我看不到 不要演這種爛戲給我看 你去年就該做了 你有沒有盡你立委的職責 你有距離力爭嗎 你不要到現在選舉的時候說 我看不到 我要跟陳中輸贏 趙康講說兩年之後看他鏟除 牛鬼蛇神 我想請問趙宣 國民黨中常委 連黨主席都不讓你選的 國民黨會讓你選總統嗎 不太可能